臉書 ハロ,各位FG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韋偉老師 不同的眉型可以創造出 不同的個性 今天老師來教大家 怎樣畫出一個 像鄭秀文一樣的個性眼毛 功具有 眉刷 眉粉 眉筆 以及染眉膏 首先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眉粉呢 再来就是眉笔 来沾取咖啡色系这个颜色呢 再来呢 我们第一笔呢 我们从眉峰的位置来加强 眉峰位置呢 在我们的黑眼球的外侧 黑眼球外侧对上去 旁边这个点 就是我们的眉峰 所以呢我们用咖啡色的眉粉 从眉峰开始 往后到眉尾的位置 我们先加强 它的立体感 所以呢我们先从眉峰到眉尾 再来呢剩下的眉粉呢 就从后面开始往前 慢慢化 让它前面比较淡一点 因为这样前面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这样才会有层次立体的效果 再来呢我们可以来加强整个眉毛的轮廓 所以呢我们用眉笔呢 第一个我们先来画后面的眉尾的地方 让它线条越后面细细的往后拉 接下来呢我们轮廓的旁边呢 这个线呢我们可以像画眉毛一根一根的效果 在整个眉毛的轮廓边缘来加强它的层次感 旁边眉毛的最旁边外围 让它画起来更精致 最后呢我们可以利用染眉膏呢将眉毛疏顺 在疏的时候呢我们先用逆向的方向 然后这样逆向的 那再选择颜色呢可以跟你的头发一样 或者呢 它因为它头发比较深一点 我们选比头发再浅一点的深咖啡色 刷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用顺向的 要顺着 让它颜毛非常的明显是 很顺的 而且看起来会更立体 只要你用一点点小技巧在你的眉形上 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